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爱吃青菜啊 对 我不喜欢吃菜 其实要说到这个 咱们对于身材对于体重的管理呢 这个养生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非常活力 非常最佳的健康的状态 因为有了健康的状态呢 我们在应对很多的工作生活当中 我们就会显得活力满满 接下来呢 这个机会留给你们 我们请丁诚心 问直播间网友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大家如何保持快乐 就是如何保持快乐这个秘密吧 应该每个人保持快乐的方式都不一样 如何保持快乐 来大伙赶紧在评论区刷起来 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写出答案之后呢 就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我们现场的抽奖环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三位选出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 你的生活有你leader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 选出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 表达自己的青春态度 那我就看 我选我第一个看到的 你选一看 不 你来吧 非常耀眼 好 来 UP青春 我思我创 接下来有请三位 把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贴在冰箱上 来吧 先贴这儿 好 贴贴上 来你先说说为什么选择了势如破竹 就一直坚定的走下去 不怕任何的阻挡 就是不要 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要闻 来 要闻 我选的自信闪耀 我希望就是我们都就是都自信一点 然后就是直面自己的一些缺点吧 对 然后我们积极地改掉它就好了 成为那个闪闪发黄 对 好 来 选了滚烫 嗯 虽然是第一眼看到它就选了它 但是如果要解释一下 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能滚烫起来 然后一直热烈地燃烧 要永远保持滚烫的热爱 对不对 是的 来 有请三位签名 就签到自己的这个旁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丁程鑫 刘耀文 张真言 做和阿部青春 我们接下来 有请下一组 校园达人